高血压的朋友呢 要平时注意监测血压 早晨晚上都要凉 比如说早晨凉三次 晚上凉三次 去掉最高的一次 把剩下两次求平均值 早晨凉血压呢 我们可以起床之后呢 上完厕所 不要吃饭 不要吃药 坐着平静一会儿再凉 这样的比较准确 好多朋友还会问 应该如何选择一款 靠谱的血压机 其实呢 大家可以尽量的选择 大平台的血压机 因为呢 它不但有售后保障的 而且呢 相对来说质量比较稳定 这些年呢 也出现了很多血压机的 新的功能 比如说蓝牙的这种 时时云端 就是你量完血压 你的手机上就收到 这个血压的数值 而且呢 有些血压机 你还可以做24小时动态 血压检测 这些功能呢 都使我们量血压这件事呢 变得越来越便捷 也能够方便我们把血压控制好